早上吃完 全排藉口合濕, 叫中央肥胖 我要去摸我的身形, 你少替我擔心 你肯定自己下身肥胖就真的 你罵什麼? 超級模特兒… 什麼? 你的肚子快要結婚了 到時你的伴袋衣服穿不下 我不會負責任的 不穿禮服更好 大家都知道我多英俊 我怕我到時搶了新郎的鏡子 那至英俊那個 麻煩你明天通知Sharon和Dix 去一家一時三, 是一時鐘, 好嗎? 早就通知了 回來了 回來了, 三姐 有個案子來, 弄點飯給你吃 不用了, 媽 你吃了東西嗎? 今晚還弄了你喜歡吃的茄汁大蝦 我逼著整部戲, 什麼都吃不下 誰氣我們馬小姐? 當然是做錯事讓你打算 是呀, 如果我真的被人罵 我也心甘命抵 是呀 這麼口響, 真是錯不在你 Nicole今天早上要我起草份買買合約 我第一次起草法律文件 就是下足心思做的 原來她早就找Tammy另外再做一份 從頭到尾根本沒想過 拿我那份合約交給人 那你真是白做? 就是了, 枉我午餐都不吃 開了OT整份合約給她 到頭來都是白費 是這樣嗎? 什麼是這樣?我白做了一整天 對呀 就是法律文件可大可小 那Nicole看你沒什麼經驗 試試你有多少斤兩, 可以理解 她肯試你, 看得起你的意思 明白嗎? 她試我可以用其他方法試 她這樣做豈不是真的浪費我的心思 這次做得好, 下次就對你有信心 你們不覺得有問題嗎? 子妮, 爺爺說句公道說話 正所謂用人物疑, 義人物用 她給你做的事應該對你有信心才對 所以你上司的做法的確有點說不通 都是爺爺你明白事力 爺爺說的話當然有道理 不過就像是想收買孫女多一點 妹妹, 你的意思是說我偏心, 是嗎? 在這間屋裡最沒資格說我偏心 那個人似乎是你, 妹妹, 是嗎? 馬智利, 你吃完美, 你吃了很久了 要慢慢吃 讓國佬知道飽才不會吃過濃 你寧捨多藉口, 我去廁所 我去廁所, 走 智利 阿爺? 阿壯呢? 去了洗手間, 找他有事嗎? 是呀, 阿瑩做了這個大廈 業主立案法團的委員 有份關於這個大廈維修的法律文件 想找我幫忙看看 我昨天忘了給他 給我就可以了 你懂得看嗎? 懂得的 我是在律師樓做的, 交給我吧 你看清楚一點就好, 別錯了 行了, 等我立了這段新聞 我就認認真幫你看 阿瑩說這份東西下午要用的 你是怎樣才好 行了, 放心, 相信我 好, 阿瑩說找到一位 洗澡茶等我了, 那我先走了 好, 那我下午前回覆你 你就是好 待會就把公民袋放在那裡 什麼時候弄不見了 不用了, 爺爺, 我稍後就看了 你先走了, 再見 小心點 行的, 再見 再見 你還沒吃完?我先結帳了 阿蘇, 爺爺寫了密訊息給你 幫我聽聽幹什麼 阿壯, 爺爺有個法律文件 要找人看 我叫了梓妮幫忙 不過你最好幫我看看 我們梓妮始終不太放心 但是你最好不要讓梓妮知道 我找你幫忙 免得你傷她自尊 記得看, 就這樣吧 你爺爺找我幹什麼? 我叫你去看法律文件 什麼文件? 就是原本要我看, 怕我不行 還有你補菲再看一次的 這塊法律文件 走吧 你去哪裡? 我自尊在流血, 去療傷 你去哪裡療傷? 知道了嗎? 怎麼樣?馬子妮還沒生氣嗎? 爺爺也是 是呀, 叫人做事應該相信人嘛 我還是沒生氣完的 我先去洗手間洗臉吧 怎麼這麼久? 嫂子, 新冷…到 你好, 不好意思, 很亂 隨便坐吧 是呀, 我特別訂了一條晚妝 改好了 你可不可以幫她 以這個時尚的, 要我拿回來嗎? 當然可以 轉單吧 謝謝你 謝謝你 老舟師的面子準備好了 你去這邊吧 好 慢慢來吧 謝謝… 待會兒見 朝偉, 你幫我這件晚妝回來 在Golf Street 即是… 歌腐街 歌腐街, 沒什麼買 是呀 朝偉, 還是不用了, 我叫Miu拿 Miu, 他在陪客試妝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設計師Eva是外國人 普通英文對答, 說得到的 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誰不懂得說呢? 那拿衣服這麼簡單 我想我應付得來的 是, 我們當然知道你應付得來 不過這樣, 晚妝是來特地找人設計 如果有什麼差池 還不太好, 是嗎? 算了… 反正我也去銅鑼灣那裡拿衣服 幫你去中環拿晚妝 那你去那裡嗎? 那就解決了問題 不用麻煩你了, 謝謝 那你搞定它 那我先收拾好東西 剛才誰說交的東西給人做 就要信任人的呢? 是甚麼事?阿Mill Mill姐, Diana, 想問你走到哪裡了? 我現在不是拿晚裝裙子過來嗎? 剛才有些塞車, 所以遲了一點 不用吹著了, 是不是? 那要不需要我下來幫忙? 不用了, 人都到了停車場了 就這樣吧 好…你先牽著他們, 我們盡量找 謝謝 停車場有閉路電視 為什麼警察不看? 剛剛才報警 哪有這麼快看, 也要閉路電視 糟了, 裙子一定被人收拾了就行了 這條裙子我明天就要用了 如果找不回, 我不知道怎麼辦 不用這麼灰, 這塊的裙子很特別 很容易承認而已 我現在在網上檢查拍賣網 說不定收拾到裙子的人 會放在網上拍賣 如果有人放在網上 暗瓦底多貴都要幫我買 抹壞了這麼多次 你自己去的 行程 因為我不會被你抵ête 我沒有飢餓 我沒有好過 我不會放在我 然後我把他 kr- 好、他 сделать 我就是瘋子 我沒有帶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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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友網問過人 真的有個師妹叫老司馬利德微笑 她現在在宅南商場的 微笑宇宙教人化妝 我馬上去找她, 就這樣吧, 再見 叔叔 子忍, 你找個裙子沒有? 我們找到一個買家 她在宅南商場那裡教人化妝 那你去找她吧, 我不管 搶也好, 握也好, 哄也好 找個裙子回來 什麼? 包在我身上 好, 再見 收到店 二朗, 你能找到嗎? 我們真的很需要這條裙子 這條裙子被人偷了是你們的事 這條裙子是我真金白銀 跟買家買回來的 我真的不會讓給你的 是 要不然這樣, 這條裙子值多少錢 我雙倍賠給你 不是錢的問題 千金難買心頭好 這條裙子我看見就很喜歡 爸爸 是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叔叔叫我來 他把我搞不定找你來補票 那位小姐無論如何都不肯把裙子養出來 看來這次我們白行一趟 你就是路斯曼莉的微少, 是不是? 不好意思, 請你再考慮一下把裙子養出來 因為其實這條裙子屬於一個 明天出嫁的新娘 你不是Lessley嗎? 我們認識嗎? 是呀, 半年前 你幫眨眼搞造型的時候 我們見過的 我是化妝助手 你那時候就是形象指導 你忘記了嗎? 不好意思, 我沒什麼印象 可能你那時候忙著 所以沒留意身邊的人 你那時候幫妹妹第一次設計形象的時候 我已經看好你了 謝謝 謝謝 對了, 你覺得這新的造型和妝容搭不搭 我打算拍一輯照來做新招牌 我覺得你的妝容是自然的 整體來說也不錯, 不過… 不過…什麼? 這條裙子不太搭 Eva的裙子拍得你比較老成 就不太搭你青春的氣質 現在像是衣服穿人多的人穿衣服 真的嗎? Eva的裙子是漂亮的 不過真的不是很適合你的風格 與其勉強穿 不如你試一下 孫妹初出道的時候的風格 應該要多配襯你 我會不會穿不起呢? 我之前幫她設計了幾套 她都沒穿過 或者我們交換吧 真的嗎?好, 我立刻脫給你 好, 幸好找回晚裝 不然牙子人怎麼辦? 馬子人, 全靠你 功勞又不是我一個人 如果沒有馬子來的話 我也找不到那個老師 馬里丁薇少徑 謝謝 不是, 我很聰明 我真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在校友網問人 兜兜轉轉才找到她 總之, 最聰明就是你們兩個 幸好年輕人的腦筋轉得快 是呀 爺爺, 你這個是不是真心的? 你之前還覺得我什麼都做不到 勸你坦白白 要不然一定會被人咬著不放 我坦白 之前的確是說一套做一套 但難怪我 是因為你們這些年輕人 給不了信心我們 是爺爺, 你要人做事 又不相信人 算了, 大人相信那些年輕人 這個是老一輩和年輕人的深層次問題 不像每個人都像我那樣 對子人這麼有信心 找他拆彈 你對我這麼有信心 就不會叫他拆彈 叫爸爸去補菲 我們對兩個人都有信心 還好說 幸好有我就是靠爸爸 今晚也不用再拿這套裙子回來 說笑而已 不是, 哪想到馬強 連我小妹妹也搞不定 真是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最重要是找這套裙子 街大歡喜就行了, 是不是 你這場早上兩邊擺 怎樣?查先生 John, 你馬上東莞吧 上東莞幹什麼? 是嗎? 又被曹總捉住了, 說要陪他 我跟他搞不定 你上去看著他, 不然讓他出事 但我也是朋友結婚 我要做伴郎 你做伴郎, 又不是做新郎 明天搭早班車回來香港就行了 但是… Maggie今天拿了你的交際費的單 放在我桌上 但是那些單已經過期了 你拿這批交際費的單回來 我就一次過簽了它 查先生, 你只是大石砸死蟹 我不是這個意思 最壞我走不開 整個查理師只有你最有辦法 真的沒有你不行 又不要說得那麼重要 就當我求求你, 幫我一趟吧 查先生, 你給我發薪 莫乖上東莞, 上刀山下游和 我也要跟你去的 有你這句話, 我放心 謝謝你, 再見 再見 你現在上大陸嗎? 人家都說沒了我不行 難道我推他嗎? 你不要忍不忍不忍不忍 對結婚戒指在你身上 你責任很大 放心, 從現在開始 對結婚戒指呢? 我二十四小時更新, 好嗎?放心 還是糟了 阿強, 你陪他去, 幫我照顧他 嫂子, 我三十多歲了 不是小孩子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點不放心 明天十二點, 我準時到, 好嗎? 阿Sir, 他有分寸, 相信他 但是他… 但是什麼是 放心吧, 放一萬個心 就在南亞新等進去新娘港 好, 謝謝 十點半了 阿John媽到了沒有? 還沒見, 打給他吧 媳婦 老爺?阿叔呢? 她的電話飛了回來家裡 那就告訴我 她早就回來了 你等一會, 我叫她吧 阿John 阿John的電話 媽媽, 誰呢? 是你嫂子 怎麼樣?嫂子 你整天沒給電話, 嚇死我了 怎麼樣?戒指沒事吧 糟了, 戒指 放心, 我不見了 婚禮是十二點鐘開始 麻煩你準時 為了婚禮, 昨晚一滴酒也沒喝過 還有, 搭醉了班車回來 睡覺也沒睡過 對了…最厲害了 待會見 就這樣吧, 再見 再見 還有九個字嗎? 不對, 拍一邊睡一份 阿叔是不是在家裡? 找人兩邊都不見 他還沒到 怕是來的, 你們多等一會吧 好, 再見 大安, 我打了結給阿John 沒有聽電話 我再試試 外面都找過了, 要怎麼去 對, 找到也找不到 不會有什麼意外吧? 沒有吧 阿John呢?阿John還沒到嗎? 他應該來了 婚禮就是開始了 對街市還在他身上 那現在怎麼辦? 還來了 還來了 還來了? 還說現在婚禮就是開始了 一天最壞都是你 要不然你找他的話 是什麼事都沒有 今天怎麼辦? 我問你怎麼辦? 他已經走到了 不如再等一會, 好不好? 阿彥, 阿彥 你那次省一點也不行 他還是這樣? 阿彥 幸好沒睡過 什麼事? 嫂子, 不見了阿迪和他老婆 不是吧?結婚也遲到 還有, 怎麼拆掉所有東西? 不拆掉你幹什麼? 你還沒走, 明天才拆掉 你所說的明天就是現在 你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阿迪的婚禮昨天已經結束了 不是吧?你們不打電話我? 你看看你的手機再說 二百多個電話號碼? 我們有打電話號碼, 我們打電話號碼 你不回覆我們 我這輛車就在外面 你們看不到我嗎? 看到, 婚禮完了就看到了 你這輛車被大巴遮住了 你看到我, 你又不要我, 你又是我睡 禮都走, 客人都送走了 還要你的伴郎來幹什麼? 我看你睡得這麼舒服 不會是吵醒你 睡美人醒了 天… 你們又會來的? 我們要喝茶嘛 夠睡的樣子比較濃烈 精靈很多 阿泰教, 你不是玩嗎? 是你玩我而已 又拍了心口說有分數 真是車上方一天, 世上就二千年了 你們是不是整家人夾著我 若不是一家人 你這個人這麼不守信用 只會有空理你 是呀, 還有 是呀, 阿迪叫我告訴你 很感謝你給他的筆辛難難奔禮 是呀, 阿迪 是呀, 他已經點了你的電話 不是這麼絕吧 你嘗嘗我結婚你也很燥 咳你的電話日子 再絕一點, 還有 這些年輕人沒有連答三訊 這大人有口還沒口說自己 所以一整天都死了 別多說了, 我們去喝茶吧 喝茶吧 去吧 去吧, 我們去喝茶吧 等著吧 我跟哪邊呢 朱伯介照鏡 兩邊不是人, 明白嗎 我跟哪邊呢 是呀, 真是呀 做得好嗎 如果愛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